大家好,欢迎走进风子说体育这期 我们来聊一下浙江南南的王一博 王一博和陆文博也是紧急受到中国南南的邀请 参加到中国南南广州长龙的集胜中 其实对于王一博知名球员 很多球迷都非常喜欢他打球 他打球的方式特别的火爆,特别有激情 在场上就感觉他永远不嫌累 王一博其实跟徐杰、钟仁正 他们都是当年国庆队的队友 他场上的特点就是快速反击 用自己强壮的身体挤开对方突破上来 他的项领突破能力是目前中国南南 仅次于郭艾伦和赵瑞的 甚至在有些时候王一博的突破能力 还要强于两位哥哥 王一博他现在唯一的不足就是身高 可能有些吃亏 在外线的投射可能不太好 但是他这种敢打敢拼的精神 的确是深受杜峰指导喜爱的 郑江南也是中国南南一些球员的一个非常多的一个俱乐部 那么包括吴钱、陆文博、王一博 吴钱这次是殷商暂时离别了 可能未来还会回来 其实陆文博的特点也是非常的受杜峰指导的喜爱 在去年打奥林落减赛也是带着陆文博 所以王一博在浙江南南 目前也是仅次于吴钱的核心后卫 那么这次杜峰给王一博这名年轻后卫机会 确实是我们感觉到杜峰敢利用新人 敢让新人在国家队这个大舞台上不断绽放 杜峰的这种推陈出新 深受大家的喜爱 杜峰其实还是想用年轻人 不断的加速中国南南的更新换代 因为只有年轻人才有冲击力 王一博那是天不怕地不怕的那种精神 我们希望王一博在国家南南集训中 能够表现出良好的状态 最终流对成功 好了这期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